生活在臭水沟里的红虫 捞一碗就能赚上万元 红虫为何如此值钱 在我国的农村或是城市的周边地区 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群人 他们专门寻找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臭水沟 然后在里面打捞着什么 相信很多人都对这种行为难以理解 毕竟臭水沟是大部分人避之不及的地方 既然如此 那么这些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这些人强忍着难闻的气味 仅仅是为了打捞一种名为红虫的东西 这种虫子主要就生活在臭水沟或是淤泥中 虽然看上去平平无奇 甚至密密麻麻地让人有些恶心 但是对于了解它们的人来说 这却是一种能够让人致富的生物 甚至有人靠着打捞红虫能够一晚上收入过万 让人十分震惊 可是红虫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难道它们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吗 实际上红虫并不是什么神奇的生物 它们其实是摇纹的幼虫 由于体内的血红素含量比较高 所以整个身体的颜色都呈现出红色的效果 由于红虫主要生活在那些环境脏乱差的地方 所以在很多人眼中 它们都是一种害虫 由于红虫的颜色比较鲜红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它们是通过吸血 来让自己的身体变成红色的 然而摇纹虽然是蚊子的一种 但是它们却不会主动叮咬人类 身上也没有携带着病毒 因此红虫从客观来讲 并不会对人类造成威胁 而它们之所以生存在臭水沟中 也仅仅是为了躲避天敌霸 并且红虫属于群居动物 它们大多喜欢聚集在一起生活 所以人们在打捞的时候也比较容易一些 生活在臭水沟里的红虫 为何能够卖出如此高的价格 按理来说 红虫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它们的身份也比较普通 但是却总有人通过打捞红虫来发家致富 那么让红虫身价逐渐升高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虽然红虫在很多人眼中都只是一只小小的虫子 但是它们在市场上的价格却是十分昂贵的 相信很多喜欢钓鱼的朋友都知道 用蚯蚓钓鱼能够大大提高鱼上钩的几率 而红虫同样作为一种比较常见的饮料 它们的营养价值比蚯蚓还要高 因此在钓鱼行业中 红虫比蚯蚓还要受欢迎 除此之外 红虫还是一种天然的鱼饲料 用它们喂养出来的鱼能够长得更肥 所以很多水产养殖基地 都会购买非常多的红虫来作为鱼饲料 由于市场上各行各业 对红虫的需求量都非常大 所以它们的价格也就逐渐提高 很多人从中看到了商机 于是便开始加入到捕捞红虫的行业中 不过从2018年开始 相关部门就颁布了禁止捕捞红虫的文件 如果被发现私自进行捕捞 那么就会受到法律的处罚 然而这并没有发现这些人赚钱的念头 由于市场上对红虫的需求量仍在增加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继续捕捞 在2021年的5月份 就有人因为捕捞红虫而被判处罚款6.64万元 到现在为止 国家仍在大力打击红虫的捕捞行为 国家为何要禁止捕捞红虫 难道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虽然红虫生活在臭水沟中 但其实它们对水质能够起着进化的作用 由于红虫的主要食物是水域中的有机物碎线 因此它们的存在就能够加入水体循环 从而消除污染 让水质变得更好 而红虫一旦被捕捞 就会导致水质迅速腐败 从而加速水质的恶化 除此之外 红虫还是淡水鱼十分喜爱的食物之一 作为水域生态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红虫的存在能够保证水域中的鱼类不会缺少食物 从而让它们更好地生存下去 如果水域中的红虫数量减少 那么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淡水鱼的生存繁衍 甚至造成生态链的锻炼 更重要的是 有些人为了能够打捞到更多的红虫 甚至专门购买了用来捕捞的机器 而这种机器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并且机器在使用的过程中 难免会排放出一些有害物质 从而对水质造成污染 后果可以说是十分严重的 值得一提的是 红虫生存的环境大多比较脏乱 如果人体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之下 那么就很容易受到细菌的困扰 从而导致抵抗力下降 让身体出现各种疾病 所以禁止捕捞红虫也是为了人们的身体健康着想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须朴文心争稿了